早期后我们就是做活鱼的料理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你一定要根据顾客的需要 甚至你要冲到他们的需要 让他们吃吃看不同的料理 客家菜必点的姜丝大肠 用富含胶原蛋白的鱼泡来取代内脏 一样尝得到Q弹口感 当方美人茶泡出的茶汤 在鱼头切块参烫之后 加入红枣枸杞一起滚煮 鱼汤中蕴藏另一股香气甘甜 标榜活鱼多吃的餐厅 把客家食材和做法巧妙运用 它就是模仿客家排骨 用乌醋跟糖做出来的 会用到我们的龙骨上面 有鱼的脊椎骨 大家都没有想到 高地菜跟酸菜一块炒 还加一点点肉末 所以这里面因为你加了乌醋 那个肉末吃起来就比较不会这么腻 但有乌醋它带酸 可以增加你的食欲 在美味中多一些健康考量 由于老人医学和医学管理 双硕士学位的陈珍珍 运用所学 而原本在美国工作的她 为了年迈的父母 回台湾接棒 终于有一天 就是我在路上走路 我看到人家母女两只手 牵手光一接 我就会掉眼泪 我就知道时间到了 该回家了 石门地区知名的活鱼三吃 最早是从这里开始 善用石门水库的草鱼 其实已经发展出了上百种吃法 还有入选最佳伴手礼的草鱼 XO酱 父亲近40年来不断求创新 陈珍珍跟姐姐也不敢守旧 所以这道鱼肉是吃甜的 对 这个甜味是从我们鸡饼 跟冬花糖出来的 所以 这道一族 别的地方吃不到 这家很特别 当初早期客家菜 也不是在巴达代谢 可是慢慢慢慢 大家流行这种客家菜 我们也开始在盛住在客家菜 现在大家更在 不管你做什么菜 就是要养生 用创意和结合客家菜特色 让鱼料理的风味更丰富 陈珍珍也希望 客人从菜肴里吃出 他们对料理的热情 四豆一铁酥 ヘヴィスミト 四豆一铁酥 ヘヴィスミト